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翻新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的占地有9000多尺 非常的大 然后居住面积是2001尺 三个卧室两个洗手间 最重要的是它是个全权翻新 包括外立面外立墙 包括里面所有东西都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趋于精致的那种 只有23万5000美金 离市中心又很近 各个地方非常近 你进来看就这样 打开门 然后右手边是这样的一个小客厅 一个小的会客厅 这边是一个吃饭的餐桌 然后往里走 左手边就是卧室的位置 然后右手边就是客厅 客厅坐的也是很漂亮 现在是没有开灯的感觉 很大的面积 很舒服 包括这个客厅还做了一个 用木头贴好的这种墙 然后就很有一种调调 然后客厅的旁边是 这个推拉门也是新的 然后看出去的院子 也是做了精致的花花草草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厨房的这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八胎 这么长 然后用了这么多的橱柜 光这些橱柜也花了不少钱 微波炉 烤箱炉灶 洗碗机 然后一个大 sink 这个做的很漂亮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卧室的部分 过来之后呢 这边是一个客人 客卧的洗手间 客卧的洗手间 也是新橱柜所有灯都是新的 包括这个灯也是新的 然后包括马桶啊 然后鱼缸啊 鱼缸的贴砖啊 这些都做得非常好 然后它一直就是这种工业风 所以灯也是类似的一种风格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 这边是一个卧室 新的地毯 新刷的墙 墙是有一种灰灰的这种色调 所以整体色调感觉很好 然后再来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也是一个小小的卧室 卧室的旁边呢 就是竹卧 竹卧还挺大的 我让你看 竹卧这么大 竹卧的洗手间 让你走 竹卧的洗手间做得很漂亮 白色的橙柜 然后白色的地板 然后漂亮的镜子 灰灰的墙壁啊 然后还有分的男女衣帽间 这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这边 这边一个衣帽间 这个真挺好的 然后过来之后淋浴间 包括洗手间还有窗户 然后这个窗户 会让洗手间非常亮堂 然后这边是马桶 这做的都挺好的 整个房子的感觉 做得真的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房子的报价 是二十三万五千美金 我觉得很对得起 这个装修很对得起 这个报价 装得很漂亮 这是早餐厅 然后看过去 你看厨房 好了 现在我们去院子看看 这房子占地很大 但是它是个扇形占地 所以从房子里面 往外看的时候 感觉这个深度不是很够 可是它旁边 还是有很大一块院子的 现在出来看看 看这是 这边 然后这边看 它还有这么一大部分的院子 往里走 所以这个占地是个扇形的 这是这一面 我们再去另外一面看 这个房子的翻新 还精致在这些草 这个草都铺了 看这边是一个院子 还有这么大一块院子 所以这个扇形的地 这感觉还是不错的 并且这个房子的外立面 你看这房子的外立面 也都重新做了 很新 然后细节上来讲 现在这个石墩 也是一个很好的细节 因为这样的话水就不会 渗到地基里面去 不会伤害到房子的地基 包括这个百叶窗 也要重新换的 这些细节做得都非常好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房子了 如果您得修正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